听风的声音 看世界转动 国际风向 关注的是风传媒的副总编辑 严济宇 副总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 副总 我们从哪则新闻开始 我们先谈一下欧洲 欧洲最近又出了很多人名 只不过他们这些人基本上不是欧洲人 是怎么回事呢 是在欧洲南部的 地中海 其实地中海最近接二连三发生移民 或者说你用另外一个词语来说偷渡客 里面载运移民或者偷渡客的船只 在海上翻覆 昨天19号传出来最近消息 又翻了一艘船 死了大概将近700人 这个应该算是这样的类似事件里面 死亡人数最高的一次吗 对 而且不久之前 大概不过一个礼拜之前 另外一艘船翻了 死亡大概400人 加上更早之前零零种种的话 大概今年开年以来 那死在地中海上的这些难民 这些移民 这些偷渡客 大概差不多1500人了 哇 所以人家就说那边是这个 所谓的地中海坟场 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不过这个副总我们要问一下 为什么这个移民前仆后继的 都要透过地中海到这个意大利 或到欧洲去呢 我想这些移民 那我们当然要先问说 这些移民是从哪里来的 那它基本上都来自一些战乱国家 一大部分是非洲 像利比亚 像玛利 甚至像埃及等等 那另外有一部分来自中东 叙利亚 伊拉克 他们借到非洲 就要不要从北非那边出海 所以这些国家 大概不是战乱 就是贫穷 他们也知道 他们这一支出海 他们要倾家荡产 因为他那个人蛇集团 会收取高额的费用 几乎就是要他们变卖家产 那再来他们也知道说 海象非常险恶 可是以他们自己国家的 国内的那个境况而言 他们还是选择 宁可冒这个险到欧洲去 所以这个人数 这个累积下来 应该是非常多的一个数字 对不对 对 那去年 那其实非常可怕 去年大概就超过将近有20万人 超过20万人 就是涌进非洲 涌进欧洲 就是光是靠这个地中海这个管道 就20万人涌进去 对 欧洲有些小国 有些人最小国 那可能全国人口都还不到20万 是 可是就去年一年 大概就20多万人涌进欧洲 而且大概绝大部分是集中在意大利 因为意大利它拜地利之士 大家知道意大利像个靴子 那个靴子就是一脚深进地中海 那尤其这些移民 这一两年移民 几乎全都是从利比亚 北非的那个利比亚 利比亚那个北部沿海出海 那距离利比亚海岸最近的 也就是意大利 所以意大利现在真的 对这个问题真的苦不堪言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利比亚 您刚刚提到这个国家 现在是简直是说 可以说群龙无首 在里面这个非常的这个动荡不安 所以很多人都趁着这样动荡不安的时候 OK 从利比亚这个港口出去 过去因为有一个强人 政治在那边镇压住 所以人可以少一点 所以这样的情况 我们预期应该是会每况愈下吗 目前看起来还找不到什么解决方案 因为利比亚现在 这个国家是处于一个那种分裂的状态 它中央政府有两个 就是一东一西 两个相互交战 联合国在调停 但是目前还没有什么重大的进展 所以整个利比亚是处于一个 无政府的状态 北部沿海基本上是由人蛇集团 人蛇集团在统治 对他来说 一本万利的身影能做多久就做多久 所以这个情况恐怕不会好转 不过我们来看看 意大利那边政府是怎么样来应用这些偷渡客呢 意大利那边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伤脑筋 因为欧盟的28个成员国 其他国家其实不太愿意想理这件事情 因为理起来很麻烦 而且要出钱 对 其实要出钱 要出人力 处理他们都不太愿意 尤其欧洲这一两年来 这一两年是右派崛起 右派对这种移民 尤其来自不同国家 不同文化 不同宗教移民 向来是没有什么好感 就千方百计要射线 加上前一阵子 法国的今年一月的法国 查理周刊的恐攻 那几个嫌犯其实都是移民后裔 所以这个移民在对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来说 他们都是非常敏感议题 所以现在意大利是没办法 为了人道的理由 他必须接纳这些移民 但其他国家现在基本上都是袖手旁观 所以意大利现在该怎么办呢 现在就只好硬着偷皮 意大利总统前阵子去觐见 前天去觐见教宗洛王保禄 教宗方基各 那意大利总理轮起 跟着直接飞到美国 直接跟欧巴马总统求援 那现在最近一年发生这样的事件 那像欧盟也面临相当大的压力 就是说利比亚那边形势没有办法解决 但是你至少要加强海上的 加强海上的巡逻 至少在那船即将翻覆之前 或者翻覆之后第一时间 你必须能够救人 不能让这样继续下去 这样几百人几百人几百人的死在 死在你自家的 死在自家的大门口 这个对全世界算是平均而言 文化最先进 政治最先进欧洲来说 这是一个无法忍受的 无法忍受的灾难 不过现在欧盟是不是要开会 来因应这个事件呢 其实欧盟这就是被人家批评 就是生生慢 动作很慢 欧盟的负责相关事务 移民事务的专员是说 本来说五月底 五月底才会提出一个政策 然后要到年底 在耶诞节的时候 耶诞节的时候 那个细节 事情计划才会出炉 这样印尼又过去了 到那时候报警死多少人 所以现在就是还是 他现在这个时程 还是按照这个SOP这样走吗 显然不会 因为这个已经 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 今年开年以来 已经死了一千五百人 上次德国德意航空 坠机 这些人数也不是来 也就是一百五十人 那当时欧洲 欧洲各大媒体 像铺天盖地的报道 但现在有一千五百人 死在你自家的大门口 所以欧盟很显然 他必须加快 作业的 作业的时程 至少要先赶快 先加强海上巡逻 不要让那些移民 一船一船的这样子死亡 不过要终止这个悲剧 好像还是要从这个源头 开始那边着手 所以利比亚跟北非那边的国家 甚至在中东那边的难民 要怎么样处理 恐怕才是联合国 应该要正视的问题才对 对 不过那个问题就是更复杂 你说像叙利亚内战 你打了四年了 那基本上看不到尽头 那利比亚什么时候 能够出现一个像样 中央政府 那那个问题 问题也相当多 那现在据那个联合国统计 整个利比亚海岸 就沿着地中海 利比亚北部海岸 大概有五十万 五十万的那个移民 等在那边 等着出海 天哪 对五十万人 那这可以想象 这将来还不知道 会有多少悲剧要发生 哇 你看如果一个人 我倒不晓得他收多少钱 因为我看这个媒体 大概是说是收两万块钱 如果五十万人 收两万块钱 哇 那个人蛇集团的 这个暴力 难怪他要这个 做这种杀头的生意了 对 而且他们人事家 真的非常非常恶劣 他们后来就改变一种方式 就是他们尽量 降低运作成本 是 他们很多的那个船上面 根本没有船员 没有驾驶人员的 就放着船在里面流 直接设定 自动驾驶 天哪 就是船 我收了点钱 我把你船放出去 那你 那你的茫茫大海上 你会遭遇什么命运 不干我的事 就是这样 真的是草菅人命到极点 所以这个欧盟恐怕 要必须拿出一些 比较具体的这个手段 否则的话 这个悲剧会不断的发生 那下一个观察的重点 我们要放到哪里呢 那下一个观察重点 就是国内的 2016总统大选 选情越来越热 那我们最重要的盟班 美国 美国也是如此 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 美国2016总统大选的选情 目前就很有趣 就是民主党到目前为止 还是定于一尊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那位伟大的 前第一夫人 前联邦参议员 前国务卿 希拉蕊 在12号已经正式出来参选 而且已经开始跑行程了 开始地方走透透 那现在特别有趣 大家其实觉得特别好看的 是共和党内 因为共和党内 现在还是一堆人 就是人人好 就人人有希望 各个没把握 所以共和党的每一个候选 应该是说 有意参选 这个总统角逐的 这个候选人 是每一个人的实力 都差不多吗 他们基本上就是说 媒体已经开始做民调 是 做民调 不过这些民调 目前看起来 还没有一个非常明显领先的 好像众望所归的 众望所归的一个候选人 是 那他们现在就是每个人 就要开始 就是使出浑争结束 要献出自家法宝 要吸引 争取党内选民的支持 所以他们在礼拜六的时候 他们就前往 那个辛亥部下州 是 是 辛亥部下州 就大概18个 将近20个 那个共和党候选人 候选人 我们就在那儿 18罗汉 是 那就一字排开 就是跟选民互动 然后宣扬自己的 宣扬自己的那个政见 这个阵容 这个相当浩大 所以这18个 要比上这个 希拉蕊 这个显然希拉蕊 这个已经成为 那个大家攻击的目标 不过这18个人 他们的这个政见 都是差不多一致性吗 还是各有分歧呢 目前比较有趣的就是 因为总统选举 传统上 美国总统选举跟各国都一样 大概经济议题 是 这个肚皮的问题是最重要的 没错 不过明年的那个总统选举 因为最近这个世界实在太乱了 有IS的恐怖攻击 那俄罗斯跟乌克兰的问题 还有这个亚洲 中国的不断的崛起 所以现在今天比较特别的就是 大家普遍认为 2016的时候 外交政策 外交政策 会是一个相当热门的议题 那当然这个也就跟我们台湾 跟我们台湾会产生关联性 所以这个共和党这个外交政策 是它的强项吗 比起这个当过国务卿 这个全世界走透透的希拉蕊 他们可以提出更有效 或是更好的这个外交政策吗 目前看来有趣的就是 共和党这些选将在经济上 基本上它大概 大概一致性会比较高 那反而在这种外交政策上 现在感觉上 就是有那种南辕北侧 就是那种鹰派跟鸽派 鸽派等于说 两派那种对垒 对垒的好像态势 看起来已经慢慢出现了 怎么说呢 因为从2003年 小布希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 再加上更早的阿富汗战争 这个都是在共和党的政府 共和党领导总统领导人的任内 任内发生 可是这两场战争 对美国来说 是两场大概长达十几年的梦业 恶梦 代价相当大 恶梦 所以虽然转统上 我们都认为说共和党会比较注重国安 比较注重国家安全 比较好 会比较好战 不过半个小布希那 两场战争之时 好像共和党内部 反而就出现一股反战 真的我们可以说 是让我们感觉到有点像那种孤立主义 孤立主义这样一种声音出现 那这个不是有一个候选人是小布希的弟弟吗 对就捷入布希 他就很尴尬 因为他也不好意思批他老哥 但他也知道 他也知道说 虽然小布希当了八年 当了八年总统 到现在还算是共和党内 共和党内 就是寒水会结冻的人物 可是他也知道 那两场战争真的 真的很不受 真的很不受欢迎 而且真的共和党内现在已经有人 像那个克纳基州参议员 那个兰德保罗 他就直接点名的讲 直接点名讲说 这样的美国应该减少 对这个世界 其他国家事务的那种干预 那其实讲得更明白一点 就是美国应该 就至少门前选 至少门前选 你不要一天到晚再出兵这个国家 出兵那个国家 要当那个世界警长 所以这样的一个声浪已经出现了 哇 这听起来 应该真的是南辕北辙 这个未来会 这个选民要怎么样去选择 恐怕 这个还要看一看 这个民调的结果 不过除了这个您刚刚提到的国安问题之外 还有其他的问题 他们也是南辕北辙吗 那其实目前看 分歧最大的 就是在外交 就是在外交上面 不然接下来我们要看说 那个移民 移民政策 移民议题上 可能也会出现分歧 因为这一次有好几个移民 好几个那个 有希望的 有希望的人选 他们都具有那个西语 Latino 西班牙语系的色彩 哇 不得了 听说这个未来一定会出一个 西班牙语系的总统 对 他们跟那种传统 我们都认为说共和党的 传统共和党领袖就是那种白人 白人出身 出身算是比较高 首先高所得阶层 跟既得利益阶层 结合的比较不一样 就是这一次有好几个 像那个德州参议员 克鲁兹 像那个佛罗里达州的小帅哥 43岁小帅哥 那个卢比欧 他们都是古巴裔 所以这一次这个欧巴马 跟这个古巴和解 应该原来就是要挖他们的墙角 是不是 对欧巴马来说 其实对整个民主党来说 他们就必须固守 固守这个西语裔的选票 因为他们在2012年的时候 这部分赢得相当多 所以在拿下大概六成多 将近七成的西语裔选票 他们现在要 要严防共和党来挖他们的 挖他们的那个墙角 所以他们是比较主张 就是说希望这个 在移民政策上面 可以放宽一点吗 对因为像 像克鲁兹 是古巴裔的第二代 像那个卢比欧也是 像杰若布希 我们都觉得他就是个白人 可是布希说了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 而且他太太 他太太 他在普伦巴根本就是墨基哥人 是 他在 布希本人在拉丽美洲 混过好长一段时间 所以这些人 他们当然就会对移民政策 会采取比传统的右派那种 就是要射线 甚至要巡逻边界 甚至要在边界竹墙的那种 那种闭关自首的那种心态 他们会有比较 会有比较宽容 会有比较宽容 希望能够洁净 然后能够挽回过去几年 共同党流失的西班牙译选票 OK 所以就看看这十八罗汉 怎么样可以整合成一尊 来对抗希拉蕊了 OK 好 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一个军事的议题 是 那其实也是跟台湾有点关系 什么样的议题 就是我们台湾的空军 现在最先进的 当然除了幻象2000之外 就是F-16 是 没错 那台湾其实前几年一直传出来 就是说我们对美国 现在我们美国最新一代战机 F-35 F-35 闪电二次 那也是很有兴趣 可是人家应该不会卖我们吧 F-35 其实这个说起来有点伤心 是 台湾要买的话 但还拿得出 还拿得出 拿得出那个预算 是 不过就是对台湾来说 在F-35档次还太高 其实美国不太可能列入 军售清单 军售清单之中 所以台湾想要买到F-35 恐怕再等一下 对 不过就是台湾虽然买不到 不过像美国在亚洲 最重要的两个盟邦 日本跟南韩 日本跟南韩都已经下订单 都已经下订单了 是 不过就是 下订单 不过就是美国军火工业 F-35是那个洛马 洛克希德马丁 美国军火工业就是很不争气 因为这个计划 F-35这个计划 已经变成美国军火业的 一个前坑了 真的 因为它那个维修成本很高 我听说 就是它那个计划 就是不断的延长 成本不断的追加 不断的被发现 被军武专家发现 甚至被那种对手公司 像波音 波音最喜欢挑F-35的毛病 对手嘛 对 就是不断的 不断的找出问题 F-35现在 虽然已经开始生产了 但是它到底能不能 能不能负担那种实战的任务 或者真的是 像计划那样子 成为美国空军的 加上美国陆战队 像美国海军航空母舰 飞行中队的主力 现在都还有问题 所以它到底什么时候交货 那其实美国那边已经开始了 就陆陆续交货 我想其他国家 其他国家就得慢慢等 那其中等的最急是日本 日本 日本现在 日本的空中自卫队 目前还有一部分战机 这个基本上已经到军武博物馆 就F-4 哇 这应该 有没有抽过三十年 这F-4不是偶像团体 是 对 偶像团体 F-4是美国老一代的那种战机 的那个主力 非常耐用好用 但是它的全盛时期是什么 是越战 天啊 对 对 是越战时期 所以现在这个日本就 就是把这个希望摆在这个F-35上面了吗 对 因为现在那个问题就是F-35一直迟迟不来 日本在那边望春风望很久了 所以他们现在是还想办法要继续维修 维护他们的那个F-4 幽灵式 这个它有一个名字叫Fenton 幽灵式战机 因为这个MG早就已经停产了 那就想尽办法要维持这个幽灵式战机 战的那个机队的 机队的那个战斗能力 不过它有换装啦 它还是有些这个那个叫什么 性能有提升嘛 对 尤其是那个电子战 电脑系统电子战装备 那个一定要提升 否则你根本飞不出去 你遇上中国的尖系列 那反而会吃大亏 哇 这样听起来 这个有点危险 现在日本跟中国关系又不好 而且其实台湾以前也对F-4幽灵式战机 表现表示过很大的兴趣 是 不过F-4它的那个对地面攻击 就所谓那种进阶作战 资源地面作战的能力非常强 是 非常强 所以美军在这方面 在美国在这方面 还是有所顾忌 哦 所以 所以我们现在主力是F-16嘛 对不对 对对 不过我们F-16也有性能提升啦 也有换装过啦 对 就是美国就不太希望就是我们 美国希望我们的空军 就是保持在就是寻意领空 维护领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定位上 是 它不希望我们空军有那种长城作战能力 也不希望就是我们有那种像F-4这种 有很强的那种对地面 资源地面作战 那种进阶作战的 进阶作战的能力 所以挑来挑去真的还是 只剩F-16 所以总之在它的这个布局里面 就希望所有的东西都可以 这个恐怖平衡 大家都不要出事情就好了 对对对 OK 好 今天就是这个为您准备今天的国际风向 那我们希望下星期副总可以带来 更多不一样的国际新闻 谢谢副总 谢谢